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回到妖才財 京台的直播話節 我繼續問答環節 歡迎大家打電話 204-6566 電郵地址 ask at bschannel.com 我身邊的嘉賓繼續是郭老師 在旁邊加入大家股票言論 郭老師 你好 繼續事不宜遲 聽聽嘉賓觀眾的電話 第一旁邊今次有陳小姐 你好 兩位主持好 我今天入了中移動 什麼價格入 一百零幾分 一百零七元 一百零七號 一百零七號 不知道前景有沒有上多少水位 看到中移動 越升越有 有些憧憬 見到現時這一刻 中移動941做一百零四毫 其實之前的升勢來說 大家都很豪然 中移動升了這麼多 頂位是一百零一四 還有沒有實物空間 什麼價格的觀眾買了 短期比較難測 因為市場 我覺得還有機會 再進一步向上推升 但我們理性看看 中移動的股價 突破八十元之後 到現在已經升了二十個巴仙 這是一個月之內 這麼大的藍籌 升二十個巴仙 除了基本因素 比較好之外 很大程度上 匯控的比重要減遲 那些資金 就投放到中移動 那你已經完成了 到下一次 或者一連分五次 到下一次真的要調動的時間 到時又再出現一個技術上的變化 短期來說是需要整庫消化的 暫時的阻力是102.2 在100元樓上買中移動 你一定要買基本因素 你不要買來短炒 如果你聽你這樣說 買完之後 這一兩天會不會再升 如果你升到上102.3元 你賺多少的 撿回幾元 反過來 跌兩三元 你是不是走 純粹是短炒的話 老實說 你應該是來定一個風險管理 一個星期的低位是95.1元 這個你要留意 這個技術上來說 跌穿了老老實實 這幾元就要輸給他 如果純粹是短炒 如果你買來作一個中線部署 你不用管 始終中移動的股價 是會越升越有的 因為基本因素真的比較強 而且近期的資金入市 我不覺得是屬於賺10、8元 就那隻 如果不是持有太多 就安心持有 這個水平入市 如果純粹是短炒的話 就一定要做風險管理 如果你打算是中線持有的話 一兩元的反覆 你就可以不需要戒圍 不過有沒有足夠的持貨能耐 就要自己問問自己 好 多謝陳小姐 希望都幫到你 要傳聽一下外嘉寧觀眾 在旁邊有劉小姐 早安 你好 你好 好 早安 葛Sir你好 我想問問那隻和電215 這些位置是否有得到呢 好 和電 正是215 現時還有3元1號3 都下跌超過3% 連跌兩天 兩支大陰燭 可否這個時候去到買呢 消息面上 暫時來說都不會太多 但見到資金不是炒他 在炒藍手股的時候 這隻股份可否買呢 其實來說 如果你說 作一些中線的部署 問題就不是這麼大 因為股值不是高 16倍的市盈率 4厘的股息 但我要說說 香港的電訊業 其實因為人口比較少 那700萬人 競爭又大 所以不會有什麼太大的突破 買電訊股 我當然是選回內地的電訊股 首選一定是中移動 不過升到100元 才高追的話 其實真的心裡覺得有少少硬力 這是真的 好了 和電的走勢 其實是比較差 因為今天已經跌穿了一個月來的低位 形態上也跌穿了10篇 20篇、50篇線 高台有一個頂 兩個頂、三個頂 確認了中期見頂 接著跌穿50篇線 短期來說 比較關鍵的支持就是這裏 大概是3.05篇線 如果3.05篇線的防守性支持 都跌穿了的話 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會退守到2.8毫半的水平 兩支陰燭之下 跌穿了10、20、50篇線 情況比較偏險一點點 就算要買的 都先看看3.03篇線 或者3.05篇線的支持是怎樣 如果是不跌落的 在這個水平買少少薄一薄 如果跌落的話 我想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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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不知他就插到108 今早上班前就128、129 我洗完洗 沽了 還有他前景好不好 好像有個消息出來 對他好還是不好 是呀 見到中國天然氣 偏後就是9.31 昨天出了一個消息 講到公司公佈 就證中國發展液化天然氣業務 和獨立的第三方 以及一些政府的部門 完成了框架協議 雖然這個協議還未落實 但接下來都會去做 公司公佈了 這次公佈了之後 股價抽升 大升幅來說都比較快回 大升大跌成 成家又大了 今天繼續有得升 升了7% 做1.31 大改靈觀眾比較高位些拿 1.38 郭Sir帶著個別消息炒發 其實擔不擔心風險高不高 都有少少風險 你看看技術走勢已經知道了 我講的是8月份 估價仍然是7.5 我給你圖看看 7.5或7.5 近期最高見過1.38 意味著 降臨魚已經升了一倍 升了一倍 你摸著1.38 真是高位來買 一定要小心一點 好像昨天這樣 震到1.80 現在升了1.31 我想先放下止蝕位 萬一不對板 跌穿1.25 就蝕了算數了 因為在高台上買貨 的確兩難 好像昨天這樣 震到1.08 回到1.38 當然是心頭大石 放下了 萬一不是站起來 再落下9毫幾指 那一刻 走 不走 又難 如果真的走 平白 輸了20-30% 就不值 無論怎樣也好 摸高了 這是事實 因為這幾月升了一倍 這麼急 在高台買了 一定要做風險管理 尤其是二線股份 我認為 如果你不介意幾分前 現在先走一半 我看你拿得多不多 如果拿得少就沒有相關 只蝕位放在1.5 如果拿得多 輸幾分前 先走一半 錯了都是這樣說 只剩下那一半 如果又可以再上 就把蝕的賺回來 如果真的不行 再下 我起碼輸少了一半 你考慮我的建議 好 謝謝你看查詢 我們聽完下位嘉年觀眾 第一旁邊有黃小姐 早安 早安 兩位 是 我有1777花樣年 我九毫七指賣 現在差不多差不多 這個水平 會不會有機會 上回到一元左右 沽貨好 還是持有好 好啊 一三條七 花樣年控股 嘉年觀眾 九毫七指買了 暫時來說 在九毫半 暫時來說 在第一 嘉年觀眾看到 那個 形勢應該怎樣做好呢 看到在九毫子 樓上 在歐附近 都還行了一段時間 花樣年有沒有衝警 郭Sir 看看我的招股價 是2.18元 即是現在 在招股價下面 差不多 折養了 我講的是 50%以上 他就不行 但他分拆出來 採生活 就升到 掉了 事實上 現在這一分鐘 摸著低位來猜 就比較可惜 我覺得 過去這幾個月 一路走在九毫一元 九毫一元 整固在這裏 其實已經打了底 如果捱得到 我覺得捱上去 聽清楚 一旦股價升破一元 千萬不要急走 可能那一股 會推上去過一到過二 都不頂 相對的招股價 2.18元 現在是很低的水平 而且二線內房股 有不少一元的資產 但市價的折養 是去到65%至70% 我自己都持有二線的內房股 我都是作一個中線的部署 不過何時 才輪到這個板塊走 真是無人知 但我覺得 以現價來說 如果是捱得到的 一定要捱上去 當然之 最終就要看看 你自己的持倉的能耐和能力 能不能夠再等下去了 希望你不是拿太多了 我就認為暫時等等 先不要太心急 可以嗎?黃小姐 謝謝 好 趁這次回答最後一位家人觀眾 電郵方面查詢 有林小姐 她想問哪隻股份好買點 而選一分別是6837 和2318 一個是中資的券商股 一個是內險股 海通證券這刻還有13.04元 先集就跌4元 至於平安保險2318 兩個交易之後除淨 而是正在65.65元 跌6元 二選一怎麼選呢 郭Sir 二選一我覺得 都是選擇海通證券比較好些 我不是偏好證券公司的股份 但我考慮到一個因素 香港的平保是66元左右 內地平保大概4日3元多 都還有水份在 當時基本因素是偏好 但到底A股走上來 還是H股為反覆 拉低一點 我也不知道 相對6837來說 由於內地的護廣通效應 其實會逐步展現 可能明年第一季 也會提到深廣通 一種券商股 我看得比較好 如果海通的話 最好是12.5元 現在這分鐘摸高了一點 可以等低一點才分段吸納 那就最好 暫時的阻力是13.14元 如果過得到 可能下一個目標 會抽升到13.7元 這一兩天的市 走得比較急 所以有少少整固 不要緊 等低一點 分階段買 二選一我選海通證券 謝謝郭Sir 謝謝家人觀眾的查詢 先來做申報 國安兩節所提及過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將會是五間總紀 跟大家跟進回 今天大事方面的表現 麻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